最终选拔是加入鬼杀队的入门考试 队师们需要在藤岐山进行选拔 山顶上没有紫藤花 只有鬼占据 山上的鬼是猎鬼人 把他们放在身上 想要参加选拔至少需要一年的特选 才能报考最终选拔 考试期间考生需在没有任何外部协助下 在山顶上斗过七夜 成功存活七夜的考生成为鬼杀队的正式成员 故事中和炭治郎同期选拔成功的友 水瓶一支柱 李花落乡奈乎 我去善意和不辞串选米 他们各自也拥有不同的呼吸法 也在鬼杀队中取得不错的成就 如果同期组的成员鬼化后 他们会取得怎么样的能力呢 今天这个视频将会分析 同期组鬼化后的能力 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 可以先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最新影片的通知 今天将会讨论有三个重点 第一点是成为鬼过后 身体的变化 第二点是关于同期组变鬼后的力量和能力 第三点是 鬼化同期组要如何对抗 鬼化炭治郎在故事中已经出现了 鬼化后炭治郎获得无与伦比的强大力量 炭治郎甚至还克服阳光 他成为无法被击败的鬼 但今天我将不会深入讨论鬼化炭治郎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他的能力了 那么其他同期生鬼化后 会获得怎么样强大的能力 我们先来说成为鬼后身体会有哪些变化 在人类变成鬼过后 身体所有的能力都会经过强化 他会拥有再生能力 一旦你身体部分受伤都会快速地回复 不过只要被砍断头就会死了 但是某些强大的鬼被砍断头后都不会死 而且还可以再生投过 虽然取得强大的身体能力 但却换来惧怕阳光 被阳光照射会导致鬼的肉体崩坏粉碎而死 因此鬼只能在夜晚行动 鬼主要是吃人类 处于饥饿状态下的鬼会异常凶暴 甚至会吃掉自己的新人 他们会变得六亲不认 变成鬼过后脸上都会变得奇怪 甚至会有奇怪的斑纹出现 眼睛的颜色也会跟着改变 记忆和性格也会变化 性格会突然变得非常凶残和暴力 以前的记忆也会完全忘记掉 现在了解鬼化后的能力 我们就可以解说同期组鬼化后的变化 首先是我其善意 善意所学习的呼吸法是雷之呼吸 但他只会雷之呼吸 一只形霹雳一闪一个招式而已 但他凭自己的努力开发出霹雳一闪六连 霹雳一闪八连和霹雳一闪神速 在后期的故事的时候 善意独创出七只形火雷神 雷之呼吸有个缺点 就是不能长时间连续使用 一只形霹雳一闪神速和火雷神 号称最快的斩机 但一旦使用两次 就会给脚带来严重损伤 善意除了雷之呼吸 他还有个天赋的能力 他生来就拥有极假的听觉 能够听见心声 以及分辨人与鬼的声音 还能听出成那个人的情感 同时还拥有绝对音感 任何乐器的演奏 只要听一次声音就能够记忆 如果善意变成鬼过后 他的雷之呼吸肯定也会强化 会像快乐一样变成黑色的雷之呼吸 我们可以根据快乐鬼化过后的能力来推测 善意的霹雳一闪和火雷神 都会强化力量和速度 可以在一瞬间就打倒目标 霹雳一闪 神速和火雷神的副作用 完全会被消除 招式造成的脚损伤会瞬间就治愈 一旦没有了使用限制 善意就可以同时不断地连击使用 可以让目标完全没有反抗的机会 善意的听觉也会得到强化 强化后的听觉甚至可以 在进攻的同时 读取目标的想法而做出行动 善意的霹雳一闪和火雷神 都是需要接触目标 所以要完全对抗鬼化善意的方法 是远距离攻击 就比如炎之呼吸和炼之呼吸 所以对付鬼化善意 最好是有远距离的攻击 鬼化后的善意 至少需要三到四位主 才可以阻止 善意原本胆小的性格 不懂鬼化后会不会改变 要不然他很快就会被五惨给赶出去了 嘴平一之柱 嘴平一之柱学习的是受之呼吸 是他自己在深山中成长时 磨练出来的呼吸流派 也被他叫做我流兽之呼吸 他战斗的同时是使用二刀流 兽之呼吸是模仿野兽的呼吸 特别是难以预测的动作 一之柱在配合自己柔软的身体 与拳击中呼吸使用时 会有着如野兽般强大的威力 一之柱还拥有出色的触觉和洞察力 那是因为他自幼在深山中长大的关系 他可以通过皮肤 可以感应到斗气的阶级 但没有斗气就会很难察觉到 一之柱还可以调整自己的关节 让在战斗中可以出其不意地对付敌人 他甚至也可以移动心脏的位置 从而避开敌人给予致命伤 鬼化后的一之柱 受之呼吸的能力也会提升 斩击威力也会提升 鬼化后一之柱最大改变 可能是他的日轮刀 一之柱因为使用受之呼吸 所以他每把的心刀都会被砸成锯齿形状 通常鬼化后的猎鬼人都不能使用日轮刀作为武器 因为日轮刀是吸收了太阳光的星星飞沙铁所打造的刀 所以需要向黑死某使用特制的刀 黑死某以自己血肉所铸造的刀刃 刀刃 刀柄 握把揭不满眼镜 所以一之柱特制的刀也许会长到很像野兽的牙齿 一之柱的触觉也会再进一步 也许可以增大搜查范围 然后再进一步追踪敌人 原本一之柱好战的性格也会继承下来 也许他会和一窝座一样会喜欢挑战强者 要对付鬼化的一之柱方法 是需要沿着呼吸的进展强烈攻击 还有峰制呼吸的范围攻击 这样就可以同时阻止一之柱 一之柱我留呼吸法 可以做出许多意想不到的攻击 加上他的学习能力极高 所以需要强大力量型呼吸法来应付他 李花洛 香奈呼 香奈呼使用的是花枝呼吸 香奈呼也是个天子 他仅仅是凭着记忆中就学会了花枝呼吸 根据官方公示书说 花枝呼吸需要很好的身体能力才能学习 香奈呼没有经过训练就习的花枝呼吸 证明香奈呼是很有天赋 因此要掌握花枝呼吸是需要有相当的才能 香奈呼拥有过人的视觉 他因受幼少时期艰苦环境影响 他不擅长自我主张及思考 于是他锻炼出很好的观察能力 他可以通过眼睛观察对手的肩膀 视线 指尖 手肘 膝盖等处的微小举动 就可以预测对手的下一步动作 在无限程之战中 香奈呼使用花枝呼吸中置型彼岸珠眼 彼岸珠眼是通过向眼球加压 将动态视力提高到极限 视野里周遭物体的运动会显得迟缓 使用时由于超复合运作 令眼球出现染红拱膜 因此会伴有失明的风险 如果一旦香奈呼鬼化后 花枝呼吸的威力也会提升 彼岸珠眼不会有失明的风险 彼岸珠眼可以随时想发动都可以 香奈呼可以立即躲开敌人的所有攻击 它也可以迅速地找到敌人的弱点 要对抗鬼化的香奈呼 我觉得只有雷之呼吸 可以对抗香奈呼的眼睛 因为雷之呼吸是以最快的速度去战手 所以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掉 一旦错过这机会 就很难对付鬼化香奈呼 不死穿玄迷 不死穿玄迷由于它的体能方面差劲 所以它无法使用呼吸风 但它拥有强大的咬合力和特殊的消化器官 它可以将鬼吃掉后 让自身体质短暂变成鬼的特异味觉 它被黑死谋称作防鬼的食鬼 吃的鬼越强 再生能力与力量就提升得越多 玄迷鬼化后 它的特殊咬合力就会更加强大 它可以吞噬的鬼会越来越多 通常鬼是要吞噬人类才会越来越强大 反而玄迷可以通过吞噬鬼 使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 它甚至可以接收无产大量的血液 故事中有说炭治郎和迷豆子 有成为鬼的素质 但我也觉得玄迷也是有成为鬼的素质 其他同期的伙伴们鬼化后 他们的血鬼术都是强化自己的呼吸法 我们可以参照黑死矛和快乐 他们原本是猎鬼人后来成为鬼过后 得到的血鬼术也是强化自身的呼吸法 玄迷原本就没有使用到 它也不会使用呼吸法 它原本身为人类的时候也是可以使用血鬼术 我们根据玄迷的想法 它想尽快有能力可以战斗 它想要变得更强大 它是想追上哥哥的脚步 所以它的血鬼术就是强化自身的血鬼术 也许是可以同时使出不同的血鬼术 我觉得能对抗它也许只有重置呼吸 因为重置呼吸可以使鬼中毒 这样玄迷中毒后 它血鬼术的能力将会降低 我觉得至少需要三位助才可以对付鬼化玄迷 以上是同期组成员鬼化后的能力 我没有解说炭治郎是因为它在故事中就有出现 你们对于善意 香奈呼和玄迷鬼化后 你觉得它们的血鬼术会是怎么样的能力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吗 那我们下个影片 见拜拜 我们下个影片